今年是香港回歸25周年 亦是解放軍駐港25年的里程碑 一起看看香港回歸25周年系列報道 1997年7月1日 解放軍駐港部隊陸海空三軍 正式取代駐港英軍 接管香港防務 從當日凌晨零時起 數以萬計的香港市民 站在上水馬會道的兩邊迎接解放軍 他們冒雨等了足足六小時 終於見到一架接一架的軍車駛入香港 廖宇軒的爸爸廖正亮 是迎軍活動的策劃人 而當年只有十歲的廖宇軒 當時亦都是爸爸身邊 見證著這個歷史的時刻 你看看這張照片 在中間的就是我爸爸廖正亮先生 他在1997年7月1日的早上 你看看大家都在冒雨 迎接解放軍駐港部隊 獻上威武文明之師的牌匾 威武的解放軍一定是很貼切 但為何會加上文明兩個字呢 就是因為當年他們就得識 很多的駐港部隊的解放軍將士 都有這個大學學歷的 非常之有文化修養 所以後來他們就加了 有威武文明之師這幾個字 解放軍正式進駐香港 在中英防無膠接儀式上 還放指揮官譚詩愛 向全世界宣告 我代表 中國人民解放軍 助香港部隊 接管軍營 你們可以下港 我們上港 而為了增進香港社會各界 對駐港部隊的了解 在進駐香港只有三個月後的 1997年10月1日 本屬於軍事禁地的軍營 就舉辦了首次的開放日 此後駐港部隊 每年舉辦的軍營開放日活動 每次都吸引數以萬計的人報名參觀 開放日駐港部隊表演的 升旗儀式 軍樂隊列 格鬥技術等等 都贏得市民的掌聲 而在香港回歸20周年之際 中國首個航空母艦遙齡號 使得香港被公眾參觀 掀起熱照 上到這艘母艦 覺得它很漂亮 很大架 還有很多戰機 感覺上很威大 祖國這艘母艦真的很厲害 多年來 駐港部隊一直進行各類的防務演練 專注提升作戰水平 對香港陸彩空全域的防衛境界 有效震懾和防範潛在的安全威脅 駐港部隊也積極以義工身份 參與各項公益活動 2018年台風山竹集港 400多名駐港部隊軍兵 奮批清理台風山竹 所造成的路障和垃圾 駐港部隊還參與捐血 植樹等活動 用實際的行動 贏得香港市民的尊重和支持 鳳凰威士記者 親感應報道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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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任